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抬连掌连 两人协作 听水的声音感知竹连晃动的韵律 他们每一组的动作流程只能捞出一张纸 在千百次的重复中 两个人都不能出现任何失误 否则纸张就会厚薄不一成为废品 捞纸工的精湛技艺需要日积月累 要精准而又能根据纸浆的变化随时调整 而掌连 台连一对搭档 则需要几年时间的合作 才能在力道 节奏 协调等方面 达到精准同步和高度默契 其实这才是宣纸的核心竞争力 宣纸它鱼艳墨性特别的好 它是散发出来的 让它们感受到能将这张纸做出来的 具有艺术感 传统的宣纸 最大的幅面只有两张 这对于喜欢大幅制作的当代国画家来说 是一种局限 人民大会堂的这幅巨幅山水画 江山如此多焦 创作于1959年 它宽9米 高5.5米 这样的尺幅十分罕见 当年是由十三章乾隆年代的 杖二匹宣纸拼接而成的 当时 画家们就特别希望 能有一种大尺寸不用拼接的宣纸 以供他们尽情描绘当代壮丽的生活景象 2016年11月 周东宏和他的同事们 接到一张宣纸制作的大单子 要求的大小是宽3.3米 长11米 按照尺寸规格 这种纸被称为三丈三 这种纸被称为三丈寸规格 这在宣纸制作上是一个难度极高的工作 必须几十人动作同步 力道一致 在捞纸过程中 哪怕有一个人没有做到位 一切就会前功尽弃 宣纸之所以至今仍然采用 人工生产的方式 不是因为没有进行技术革新 而是他们曾经用机器造出的宣纸 达不到画家对宣纸润末微妙变化的需求 今天 业界文明的捞纸将周东宏 要破天荒地与44人同心协力 这要比两个人合作捞纸困难得多 而在此前 他们也从来没有演练过 如果今天在捞纸环节出现问题 就意味着挑战失败 在耗子声中 44人抬起了这面特制的巨大竹帘 从以往的经验来看 这三账三的第一张纸 在捞纸环节闯关成功 而接下来的每一张纸 能不能都这么成功 就很难保证了 宣纸生产的另一个主要工序是晒纸 捞纸之后 就是晒纸将行春蓉 他们发挥手艺的时候了 过去会有一种做法 就是看来你这个人有没有本事 就是说看有没有两把刷子 晒好的宣纸 在经过剪纸盖章程序后 三账三就可以封存了 三账三是宣纸诞生千年之后 面临的一次挑战 也是一次创新 更是宣纸千年工匠精神的凝聚和升华 前回 vai 仇费四 there 工庙 反正的 瘾